去年12月初 正在中国掀起的这一轮疫情 犹如长眼病毒 大批中共党内名人相继去世 近日中国石油大学又发复告 再有四名中共党员教授去世 由于该校为落马中共石油帮大佬周永康姆校 因而引发外界关注 此外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明确指出 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 中国石油大学连发复告两天四教授去世 2023年1月10日 中国石油大学简称中石大 接连发出两份复告 显示中共党员中石大原石油化工学部教授 潘惠芳因病于8日在北京去世 中共党员中石大原基础科学系教授 陆青帮因病于7日在北京去世 中石大指出 潘惠芳曾担任华东石油学院炼自系物理化学教授市副主任 石油大学北京应用化学研究室主任等职务 陆青帮曾担任华东石油学院研究处 科技情报研究室主任 石油大学北京基础科学系主任等职务 而在2023年1月7日 中石大也曾发布两份复告 显示中共党员石油地质专家 中国碳酸研研成级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中石大原地科系教授冯征超 因病于5日在北京去世 中共党员中石大副教授朱克风 因病于2022年12月30日在北京去世 冯征超1991年起得到中国国务院政府特殊军贴 曾获中共颁发的多个奖项 朱克风先后担任华东石油学院炼自系 有机化学教研士副主任 科研处副处长 石油大学华东科技开发服务公司经理兼 石油大学北京生产科技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中共未提及这四人死因是否与染遇有关 但由于该校为落马中共石油邦大佬周永康姆校 因而引发外界关注 中石大与石油公司关系密切 参与一带一路 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为中国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使中国最早建立 也是最大一所石油高等学府 中石大一校两地 北京克拉玛一 1997年学校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行列 2006年成为所谓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 2014年5月 中国教育部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等五大能源企业集团公司 共建中国石油大学 包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协议正式签署 据中石大官网介绍 现有近76家石油石化企业 在校设置企业奖助学金 13家石油石化企业 在校建立了育才厅 与40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联合招收博士后 在202家石油石化企业 设立了研究生工作站和联合培养基地 在103家企业建立了学生实习基地 在69家石油石化企业建立了社会实践基地 此外 中石大还积极参与中共政府一带一路计划 与一带一路沿途60多个海外高校企业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2017年 学校陆选北京市外国留学生一带一路奖学金项目 获批所谓丝绸之路 中共政府奖学金项目 所谓一带一路计划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2022年11月公布一份调查已经证实 其假借促进发展和投资项目为名 真实目的却是向全世界散布有害的中共影响力 美国《纽约时报》2023年1月10日报道 中共在2015年前后 加速的所谓大规模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 最近面临收缩 中石大因周永康母校成名 中石大毕业生遍布中国各大石油公司 甚至遍及中共官场 例如原青海省省委书记尹克生 原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正部级孙小群 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忠 海南省副省长李国良 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区委副书记 张丁华原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 徐海峰 原中共海南省委书记 蔚留城等等 其中落马中共政治局前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最未显眼 原因是自习近平2012年展开反腐运动后 2014年7月以退休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被查 此外其旧部及石油系统高管密集落马 2015年6月他被判处无奇徒刑 中共官方指周永康贪腐 但媒体评论员孟杰 2014年 陈队看中国表示 周永康真正的罪恶是涉及政变与活体栽取器官 而中共高层 却刻意回避这些罪行 主要是因为会对中共政权造成很大冲击 甚至导致中共独裁体制瞬间解体 此前多家海外媒体还曾披露 周永康等人曾多次计划暗杀习近平胡锦涛 病毒长眼中国疫情死亡超4亿 而在近期新一轮疫情爆发后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百姓无一人能自身度外 中时大也不能幸免 党员教授密集病亡 中国民运人士黄丹去年底在社交平台脸书写道 他认识的北京朋友已经有三家老人过世 这次中国爆发的病毒 症状十分明显 很痛苦 重症很多 死亡惊人 太诡异了 旅居加州的中国华侨关饶 今年1月也在推特上说 仅仅8天时间 他在北京的亲人就有5人相继离世 却离世后院方都不写新冠 他认为此现象太不寻常了 正经评论人士秦鹏成直言 从西方角度来讲 没有办法完全解释这诡异之处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说 因为中共作恶多端 病毒现在真的像长了眼睛一样 就盯着中共的这些人去发威 有医学背景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 在自媒体节目中也分析 无非病毒蔓延快速 且造成大批中共党员和官员病往 此现象极不寻常 或暗示新一波病毒 真正目标是中共 2020年3月疫情大爆发之初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就曾在理性一文中警示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 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且李洪志先生还点出一条 趋吉避凶的出路 他说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他了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不幸就四目以待 如今李洪志先生进一步指出 中国疫情的严重程度 远超乎中共对外声称的数据 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 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5亿人 2023年1月1日至15日 短短15天 看中国统计被曝光的去世名人 就超过280人 中国大陆民间百姓在面临疫情全面清洗后的真实情况 外界尚无法具体掌握 也因此对中国普通民众安危感到担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